好 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同仁 在施政報告之前 依照慣例必須先介紹 本會期我們新任的事務同仁 首先是我們的薛村明秘書長退休以後 由陳志明副秘書長接任目前本府的秘書長 然後原來的參事林玉宏 接任陳志明遺留下來的副秘書長的位置 再來是我的學長劉志光醫師 因為身體的因素請辭 由我們原來的市府顧問周餘修 接任社會局局長 那監管處處長由劉美秀新任 劉美秀 好 我們來開始施政報告 2020年全世界最關心的題目還是COVID-19 一個是過去24小時全世界確診案例新增幾個 另外一個是過去24小時美國新增案例幾個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雖然我們臺北市到目前維持只有126例的確診 其中只有8例是我們臺北市本土的社區感染 但是 你看在圖上很清楚 目前全世界每天新增大概平均25萬例 大概多的時候30 少的時候20 平均大概就是25萬例 這表示說新冠肺炎疫情仍然相當的蔓延 從歷史上的資料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概要15千萬人 然後蔓延兩年 所以除非有一個非常便宜有效的疫苗出現 按照我們的經驗 這個全世界蔓延的狀況應該兩年內不會結束 另外一個我們再監看 美國每天大概產生多少 從這個數字上看起來 目前美國的疫情有稍微趨緩 但是還是維持在4萬到5萬之間 我想這個會是今年 因為剛好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我們再監看美國的確診案例 也可以對我們整個美國的政情發展 有一個初步的瞭解 不過從這個數字上看起來 目前台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相當安全 那這是因為邊境管制還相當嚴格 只要我們的邊境管制有稍微放鬆 或是有破口 以全世界蔓延的狀態 馬上就會進入台灣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最近 對防疫旅館還有日資物套房 相當堅持的原因 因為目前整個全世界 疫情的狀況還相當嚴重 那麼在全世界疫情相當嚴重的狀態下 就必須要做好我們的邊境管制 所以我們非常要求 從國外進來的 要嘛就是去住防疫旅館 要嘛就是在自己家裡 由家人帶回監管 所以防疫旅館我們到現在有59家 他的這個房間數有4,360人 那麼我們按照實際需要 再去擴邊 另外我們一個警銷醫護站就是說 因為客人以前在台大醫院有預告過SARS 我們給那些低線 再處理這些確診案例的警銷醫護 如果他們心理上有障礙 我們還是給他在外面 不用直接回家 另外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把整個台北市的防疫的SOP 不僅是寫成中文還寫成英文 這個在全世界有相當多人看 特別是我們都給我們的姐妹室 跟他們講說台灣的成功經驗 到現在為止 台灣的這個防疫效果還不錯 所以事實上來download的相當多 特別是我們防疫旅館 下載已經超過4萬次了 所以表示我們台北市防疫成功的SOP 在全世界還是有相當多人關注 那最近CNN有一個來自台灣的消息 台灣是疫情以後 全世界第一個在室內舉辦 超過1萬人的演唱會 那這是因為我們 我們入場的觀眾願意戴口罩 而且我們都採用實名字有記錄 那這實名字是我們資訊局 在很短的時間內 當時為了因應這個酒店的這種實名字 去發展出來的 到現在為止 如果說台灣的防疫成功 最成功的地方 我想不是在確診案例少 而是我們在這個狀態下 你知道 我們讓市民能夠過得相當正常的生活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台北市營利事業銷售額 今年上半年1到6月跟2019年相比 我們下降0.8% 但是你要知道美國是下降32% 所以表示說台灣雖然經濟上還是有受損 但是相對於美國或是中國或是日本 其實我們在經濟衰退相當少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相當成功的保住我們的經濟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疫情還要持續兩年的話 你知道嗎 我們必須試著與疫情共存 不要因為疫情而大幅的去影響我們的生活 到現在為止 要不是因為中央當時要關酒店 到現在為止我們台北市沒有因為疫情去關過任何營利的私人企業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還是可以整個經濟 還可以維持相當好的狀態下 當然下降0.8%的還是下降 但是最起碼 整體來講還相當好 所以在台灣的防疫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講那句 不是因為確診案例少我們成功 而是因為我們在這個疫情的狀態下 我們讓整個社會能夠相當正常的運作 所謂new normal 所謂的新常態這個概念 至少在我們台北市相當成功的 那再來就是 紓困的問題 這個延租延稅 減租減稅 我們是六個月 在我們的地下是減半 我想這是攤商最有感的 過了八月 如果他真的還是覺得他的生意有受到影響 我想我們大概今天早上在市政會有討論 我們會公佈一個九宮格表 就按照你跟去年相比 你的營業如果下降20、30、40、50 我們會相對應的 來減少你的 房租 如果你一時間還是有困難 我們可以延租六個月 延租延稅延租六個月 這是我們目前的措施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台北市的產業受損最重的 還是特別是專做國外旅遊的這些產業 就所謂的mice產業 所以我們也要再做這個鼓勵旅遊 刺激消費 我們還是該做的做 不過我倒認為是這樣 我們可以利用這兩年把整個台北的旅遊 做深化跟品質的提升 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旅遊在生殖計畫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 這次三倍券 我們看一個數字 全台灣三倍券 使用紙張的 92% 也就是說我們使用不管是郵遊卡或是選用信用卡或者是 無現金教育的那種郵遊戶 全台灣加起來才8% 但是我們當時台北市 推出這個 用3000補3000 在老人卡 我們的淨老卡 我們台北市的淨老人裡面 有40%的使用郵遊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你看看全台灣 部分老少才8%使用 非子章的 這三倍券 我們台北市的長者竟然有40% 那高中生大概是25% 也因為這個成功 我覺得我們整個台北市的無現金交易 跟這個依化 我們決定要更擴大執行 所以目前 在高中 就是北印尼的那個計畫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我們到月底會去檢查一遍 如果可以的話 北印尼成功的案例 我們就要推轉到全台北市的高中高職 我們要整個台北市的高中高職 成為我們無現金交易 的環境 讓它成功 所以這次在三倍券 我們在長者跟 敬老卡跟愛心卡 可以達到40%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功 不過剛才在講 這個疫情兩年內不會結束 所以我們不要幻想 回到過去 也因為這樣 我們在下半年 我們要主 舉辦 九場的產業座談會 我們要讓每個局處 特別是跟民生有關的思考說 在所謂的新常態 New normal 狀態下 到底產業要做哪些轉型 我們去找那個產業界來做座談 我們陸陸續續要舉辦九場 收集大家的意見 明年的二月 我們發佈後疫情時代 台北展測 台北的這個產業白皮書 那這是由陳志明秘書長在負責的 我倒覺得是這樣 實體商店 一定會下降 這沒辦法 但是電商跟物流 這產生了這種新商業模式 比較去年同期 大概是成長15到30% 但是我認為 疫情結束也不會回去 大概會維持下去 所以整個經濟模式 New model 那種model會改變 所以我們應該要再開始思考 真的要去思考 後疫情時代到底產業要怎麼轉型 那麼這個在明年的二月 我們會發表我們台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轉型的白皮書 那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是有關疫情方面的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底下我們就按照過去的傳統 按照策略地圖 來報告 當然第一個是 任性城市 目前我們台北市的田園城市 我覺得發展到現在 大致還好 剩下一個還不是做得很成功 就是 私人的這種房屋 綠屋頂 這一部分我們還不是很成功 其他的部分包括學校 公園 那個可以種菜的地方 大概都拿出來種 那我們有定這個2022 未來兩年你知道 我們在所謂的任性城市 或是 綠化的城市 可以達到什麼標準 目標 我們有定出來 然後今年預計要做多少 那未來兩年時間 我們再把這個潮目標前進 這個我們都有定下我們的KPI 那 這個 宜居永續城市 我覺得我們台北還是不要自己定什麼標準 我們按照聯合國 SDG 17項 不過一開始我們是選7項 那今年再加4項 你知道 那我們台北市的城市發展 我們還是 亞洲用 大阪 歐洲是用阿姆斯特丹 做我們的 標竿 按照這個 聯合國的這個SDG的標準 去檢查我們跟這個目標程式差多少 那再去做這個施政的計畫 那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辦法17項全部做 所以一開始是選7項 現在再加4項 那這個是由彭副市長 自己在監控 就在差不多上個禮拜 我們有發佈 9月11號有發佈 台北市的能源政策白皮書跟旋轉城市白皮書 事實上 能源政策 跟產業政策是相符相關的 如果我們一直在發展高耗能產業 我們不可能 有什麼能源政策 所以能源政策必須跟產業政策一起思考 所以我們有一個發表我們台北市的能源政策白皮書 另外一個是這樣 過去的產業 是叫現行 現行思考 就是從原料 開採 然後生產 那消費 丟掉 所以過去整個 產業上來看 你知道 最後消費掉的 的產品 大概只有8%的可以再利用 那如果只有8%的 不斷的在使用 那這個 整個人類的資源應該會耗劫 所以必須 加強那個 recycle 來減少整個 原料的損耗 那 事實上我們台北市 在巡環城市 大概最現在我們一個最大的案子在做就是 在台北流星音樂中心對面那一個 南港公宅 那個裡面就是用巡環 巡環經濟的概念 來蓋那棟房子 那棟房子 將來50年後到70年後 那棟房子拆掉的時候 很多的建築物是可以recycle 不過巡環經濟 他需要一個 一個穩健的作法 慢慢去推廣 那這個會 列為我們台北市未來市政發展的一個重點 溫室氣體 我們以2005當作標準 在2030 希望降25% 那到2050可以降50% 那麼目前今年我們預計要降8% 這是有達標 另外 電動公車 我前幾天有把這些 公車的老闆有找來討論 將來我們台北市這樣 用這種所謂 汽油 柴油的燃料車 合定一個運價 如果是用電動車 合定一個運價 那我就看我每年有多少錢 如果錢多我就 標的容量就多一點 如果錢少大概就少一點 不過因為 我們希望在未來兩年 台北市的公車 有400輛 要燒目前的 汽油 轉成燒這個 使用這個電動公車 那這個我們大概都有跟公車業者討論過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 中央政府對電動車的補助 因為這個電動車跟柴油車的價格 還是差500萬以上 那如果 我們只能在運費上給他做補助 但是整個 直接買車的補助 應該還是交通部要來處理 不過在交通部的基礎上 我們會盡量用更多的優惠 來 鼓勵我們台北市的公車業者 使用電動車 是 事實上我們在檢查過去幾年 台北市的平均用電量 在6度當中是有下降 其他城市還在上升 但是我們台北市的金流量還是在上升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 不妨礙經濟的狀態下 我們的節電 是相當有成績的 那這也是因為我們開始 對這種綠能環保 有比較大堅持 要不是今年是疫情的關係 不然我們那個一次性餐具 禁用一次性餐具 會推的更有效 我們在 目前時候跟台北市有關的場館 或是我們的活動 我們都禁用一次性餐具 禁用美奈米餐具 禁用瓶裝水 我們希望在疫情比較緩和以後 這個政策會再更強硬的執行 那希望整個台北市還是可以減少這種垃圾的產生 未來15年 台北市最重要的建設就 底下要講的這兩個 TOD跟EOD 我們環狀縣 北環段跟南環段 預計明年中會開工 東環縣 我們希望能不能趕在 後年看能不能開工 不過這還要看這個我們中央跟我們配合程度 不過anyway 環狀縣 尤其是北環 南環跟東環 在台北市 有21個新站 我們要記取過去 在這個都市計畫上的失敗 我們現在要求這是由李德權副秘書長擔任PM 21個環狀縣上面的捷運站 以車站為中心的小型都市計畫 在未來兩年 我們要到各地去辦說明會 一次把它搞定 這很重要 就是以捷運站為中心的小型都市計畫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 整個將來台北市的 大眾運輸 還是以捷運為最根本 所以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這是在過去30年 我們在發展捷運的時候 沒有去做很好規劃 那這一次我們環狀縣是新設的 我們就會注意這個規劃 所以在未來兩年 整個環狀縣 21個在設在台北的新站 以車站為中心的小型都市計畫 這是未來兩年我們要去 各地去辦說明會要做 非常重要 那 我也認為 未來20年 台北市最重要的建設就是這個環狀縣 那 大概我們最近就會開始 上網招標 預計明年就陸續開工 那新義東元縣 目前因為工程有點delay 大概要到下任後的第1年才完工 那萬大綜合縣 現在一期 二期已經陸陸續續都在施工當中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替台中市代辦的捷運綠線 這在不久前才去台中 跟這個盧秀燕市長 有共同去 匯刊 大概等交通部在旅刊 我想應該 年底前是絕對可以通車 這沒有問題 那下一條 台中市可能還是會委託我們代辦 我想台北市如果能量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會幫他做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大概一個首都環狀縣 信義東元縣 還有一個萬大縣 一期二期 那可能再加上一個代辦 台中的另外一條捷運線 那剛才就講過首都環狀縣 新義東元縣 萬大縣 還有這個 代辦這個台中的 文化北屯縣 這是我們 目前在施工的 所以 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 我們最近 在Y24跟Y4 就是這個 考試院站跟 社子站 你知道 我們有實際去 試辦了一次 那在過程當中也獲得了一些經驗 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那我們用這兩個 捷運站的經驗 再擴展到其他21個站 這個 我想 我認為這個 各位議員都會相當關心 這個會影響到整個未來20年 台北市都市發展的面貌 那這個我們在保持聯絡 有興趣的可以直接找 李德權副秘書長去問 捷運公司 我們目前捷運公司的收入 大概88%還是來自於車票 但是我們看香港巴達通的經驗 他們還是在物業管理 有 佔比比較高 所以我們目前有兩個 試驗案 一個是士林跟建坦的 這種捷運的這種 算是VOT案 我們用這兩個當試驗 如果成功的話 將來這一些 我們將來的這個捷運 的連開案 我想會有一些根本性的改變 事實上從日本的經驗 捷運站是應該跟商場共構 不是跟住宅共構 所以過去我們在這一點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士林跟建坦 這成功的案例 我們在將來這些 捷運站在共構過程當中 要跟商場共構 而不是跟住宅 再來 有一個跟大家也會有興趣 未來15年 台北市還有第二個 大建設 EOD計畫 民國57年 台灣實施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當年大量蓋的 國中高中的這一些 教室 到現在都超過50年 所以未來15年 台北市236個學校 有70%的校舍要重建 那我們在重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引入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學校不是只有當學校 也許我們要把 拖嬰 拖幼 拖勞 日監照顧中心 甚至 睡眠活動中心 如何有效的 甚至還有其他的公共設施 有效的 整併在這個 學校裡面 所以不管是公宅 或者是學校 因為公宅還是面積比較小 學校是面積比較大 所以這些公共設施的引入 應該會更有彈性 目前我們有四個案子 正在研究 一個是萬華的孟甲學園 還有一個是永春永吉兩個國校的合併案 那另外一個是台美國小 那是整個 舊學校 那個舊學校的改裝 那另外一個是天母職能學校 牽涉到勞動局跟 市立大學的這個宿舍的改建 不過這裡面我想最重要的是 孟甲學園跟永春永吉國小這兩個案例 我們現在在這個要實驗一個概念 整體規劃 分斷施工 所以我們那些像 學校的體育場 電腦教室 或是音樂廳 他就不用重複建設 大家可以共用 共用的這種 這種設計 要怎麼做 我們用這兩個學校做Model 來把我們會面臨的問題 把它寫成SOP 未來15年 台北市230個 60個學校在改建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策略是這樣 如果有很清楚的EOD可以做的 我們就進入這個計劃 就開始先蓋 如果一時間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就寧可給他補強 因為你還沒有想法 補強在沿用期間 如果就很清楚的想法 我們就給他進入EOD計劃去改建 所以將來在這個15年當中 哪些學校要直接改建 哪些學校補強 我們大概會有一些策略的 一個SOP來定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會用孟甲學園 跟這個 永村永吉 兩個學校的 整合案 來試驗EOD的各種概念 所以未來15年 台北市最重要的兩個建設 一個是TOD 我們有21個新站 所以以這些捷運站為中心的都市發展 我們要重新的思考 再來我們236個學校 70%的學校校校要改建 在過程當中 如何重新做這個 公共設施的整合 這是第二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 每一個都超過1000億 所以應該是 我們台北市在未來15年 最重要的兩大建設 我想這個是議員會比較有興趣的 那也會跟民生有比較密切的這種互動 西區門戶計畫 到現在為止大概 OK 現在剩下就是一些要 要善後的 雙子星 預計明年中會開工 現在就還有一些 都市計畫 建造那些申請 一彎一彎 本來可以速度快一點 不過因為還是涉及到什麼要專探 你知道 因為這個還是古蹟區 我們不希望說挖到一半就挖到古蹟 所以先做一些專探 並情況再清楚一點 那鐵路局是已經委託台北市幫他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把一些可能會涉及這種古蹟文化的問題排除掉以後 就會加速進行 那台北工工廠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全部修好以後 到時候再併入那個鐵道博物館一起去處理 因為當時鐵路局不想出這個錢 我們就自己處理掉 另外那個舊市議會 我想大概建造也申請了 就看他們財務問題搞定了 他們就自己施工 那其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 大概就這樣進行 所以整個西區門戶計畫 大概就 計畫都差不多完成了 剩下就是把一些善後的工作做完 在這個西區門戶計畫成功的經驗上面 我們開始做東區門戶計畫 也因為有西區門戶的經驗 所以我們在東區門戶實際上是進行的比較順利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東明社宅的入住 那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已經開幕了 再來是 預計在10月 中南社宅會完工 然後裕城跟經貿兩個社宅會開工 內湖之心雖然不在南港 在內湖 不過這也是我們在港湖區的重要建設 這個大概 其實已經進駐了 在市營運了 我們在年底會正式開幕 另外一個是 南港平蓋工廠 年底之前也會正式開幕 另外一個是N24 台北方舟 所以大概 在西區門戶計畫的經驗上面 我們東區門戶計畫就按部就班去做 事實上我認為 在我任內大概房價 上漲百分比最高應該會是南港地區 好 那大巨蛋 這個 因為伯瀾圖施工 勒令停工 花了五年的時間 陸陸續續把這些解決 當然還是不敢說 盡善盡美 不過差強人意 第一個我們容納人數還是給他大幅下降 我們希望在將來開幕的時候 溶流人數59833 大概就在6萬人以下 一開始在防火避難性 那個防火避難 人數是13.6萬 我覺得太多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說他一開始 人數在6萬以下 去開幕 那我們有增設了8個安全梯 防火區塊從本來的沒有防火區塊 再給他做成14個 那有增加避難面積 所以整個大巨蛋的安全性 應該是 比較可以接受 那當然在這個 建造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光復南路的 地下的通道 還有這個 忠孝東路的 到國護紀念館之間的地下通道 還有後面的那煙場路 事實上大巨蛋 再拿到建造以後 後面還有很多要散後 更重要的是 是黃珊珊副市長在負責的 那個預約 在拿到死罩之前 還是要預約完畢 我想這還是要符合社會的期待 所以大概大巨蛋我們就 在 還有一些要處理的事情 包括97、127的 我們還是在拿到死罩之前 一定會 把它去處理掉 再來是都更 公辦都更是這樣 我們現在有個制度叫以案養人 我們就按照這個 都更處 都更中心 如果他們居民有九成以上願意參加都更的話 我們會先撥一筆錢 就先做 有公家出面 將來有 完成都更以後 那錢再繳回 所以公辦都更我們會 用以案養人的速度 方法 我想可以解決公務員人力不過的問題 另外 危老的改建 雖然在 有些媒體在說我們的百分比低 其實如果只算建樹的話 我們還是全國最多 不過那個百分比 低的意思表示 一大堆進來申請 我們也會增加人力 盡快把這些 進來申請的把它處理掉 海沙屋 我們還是相當堅定 就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不會再讓過去這樣 拖時間 另外 委建正義處理委員會 我想這個可以減少大家很多麻煩 事實上 這個制度的實施 最大的受益者 我想不只是議員 公務員也是 就少掉很多這種協調費 反正都公開透明 這些問題可以減少很多 居住正義 從這表上看來 目前 我們台北市正在施工的社會住宅 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戶 七十一戶 預計到明年是一萬戶 後年是九千七 大概 我們還是維持 一萬戶開工的狀態 我想這個是比較務實 也不要再亂喊口號 所以我們大概每年就是維持在一萬戶開工的狀態下 那來 我希望說用這個速度 繼續蓋 蓋到五萬戶為止 我想一萬戶 施工 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 那也 將來在整個預算的執行 也比較合理 林里加通改善計劃 1.0 我們 456個禮都做完了 事實上 我認為 林里加通改善計劃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政策 但是他是有效的 你看看我們這個數字上看起來 如果以車禍死亡人數 你知道我們是六度最低的 大概只有其他城市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車禍傷亡人數 以人口來計算的話 我們大概只有其他城市的一半左右 所以事實上 林里加通改善計劃 對降低整個台北市車禍的死傷人數是有效的 不過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林里加通改善計劃 2.0計劃 那麼在2.0計劃 就是將來我們會配合新工處交工處 你知道 來 一起改進 包括這天空軟線的整體 水溝蓋 這種鋪面 所以將來我們在做這林里加通改善計劃 這三個局 交工處跟新工處 還有在這個警察局 我們比較有效的整合 來做這個 那這個2.0計劃 目前也開始展開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概念 你知道 我們在未來的兩年時間 我們台北市的公車路線要再重整一遍 那效率太低了 該退出就退出 當然會有人講說 他就是有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發明了一個制度正在示範 第一 不必用大車 我們用40車我們可以降到用9人做的小車都可以 第二 我們會建立一個APP的制度 我們的路線還是在 如果你有點車 我們就開來 你不點 車子就不用開 我們看看這示範效果 特別是8月 這兩次 本來要出52個車次 但是你沒有叫 我們就不來了 所以可以降到24個車次 所以對於那些 使用率少的車次 我想可以節省掉很多人力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整個公車路線 會按照實際的需要去調整 特別是我們讓公車 比較像計程車 就是有叫才來 沒有叫就不來 我想這個可以讓一台公車出去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做 這沒有必要 我想這個還是要檢討 交通號是智慧化 我們目前在10個路口 用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 路口的紅綠燈不是固定秒數 按照車流量 去改變他秒數的時間 另外 我們在一些幹道 跟巷子 如果你沒有必要 那個巷道就一直維持紅燈 讓這個主幹道是維持綠燈 這個我們目前都有 各挑10個路口在實驗 到年底我們看這個檢討報告 如果他成功的話 也不錯的話 我們就開始推廣出去 所以將來台北市的這個 十字路口的紅綠燈 不再是固定 用人工智慧來處理 另外我們最近有一個 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小小的政策 我們隧道裡面的燈光 剛進隧道的時候是比較暗 中間比較亮 所以以前 而且他會按照 一天24小時 隧道內外的亮度 去調整那個隧道裡面的亮度 所以過去那種 從那個黑暗當中 直接進入隧道 裡面太亮 所以反而會發現車禍 所以我們連那個隧道裡面的燈光 都開始給他智慧化 而且會按照隧道外的亮度來調整 這個其實各位議員在開車大概沒有發現 這是我們在交通局的一個 智慧化的一個政策 共享運氣4U U-bike,U-moto,U-car,U-parking 其實我們U-car 有800輛 U-moto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有12000輛 那我們的態度 我們還是會鼓勵 共享電動機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開始機車收費 其實收費不是 為了收費 而是為了管理 我們希望台北市民 慢慢都去使用共享機車 所以在很多政策上面會鼓勵 大家用共享電動機車 去移動 所以目前台北市共享電動機車 有12000輛 我想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不過是這樣 我們整個台北市機車是 九十幾萬輛 雖然有12000輛 表面上看起來很多 但是我覺得還有 我們在未來的時間 會用透過政策的方式 讓共享機車的使用率更高 U-parking 這個這樣 如果你可以接受 Airbnb的概念 那你就可以接受 你不用的車位可以拿出來 那這個大概我們都陸陸續續 我們大概一年會增加3000個這種車位 慢慢再增加 自行車 我想這個是 交通委員會應該會再做詳細的報告 不過跟各位議員講 U-bike 1.0 這是算是郝龍斌市長最重要的一個政績 不過是這樣 目前我們台北市有400個U-bike的車站 但是 我們希望他可以增加到1200個 可是站要多的時候 如果每一個站都要去有供電的問題 他很麻煩 所以我們所謂U-bike 2.0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說 他不再受限於 那個 車站供電的問題 這樣的話可以讓車站更可以設更多的點 詳細的做法 我想交通局會跟 交通委員會再做更詳細的報告 我是希望 1.0要換2.0 一定要速戰速決 千萬不要拖4年 所以這個脫太久會讓大家發瘋 所以我們整個預算要調整到 兩年內把它完成 到時候要拜託大家的幫忙 另外 我們目前在信義路 正在示範這個 無人公車 台北市 因為有公車專用到 所以要適用無人公車 比較容易走 這是我們的優勢 其實目前都已經可以登記 去試乘 晚上都有在馬路上在跑 那U-Bike 2.0 其實我們這個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研究 我想這個 細節 交通局會再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的目標是希望說 想好他的計畫 速戰速決 一個區一個區改過來 那在兩年內可以把它全部完成 所以把原來四年的預算往前移 把它解決掉 至於跟新北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做過研究 真正有影響的是綜合永和跟新店那個地方 不過是這樣 我們還是會在台北跟新北的交界處 如果真的不能解決 我們在那個交界處會設那個 換車的車站 1.0 2.0換車的車站 這個是目前有這個計畫 翡翠水庫 有智慧化 特別是智慧水表 我們還在推廣 那 翡翠鑽館 到現在為止 進行相當順利 有可能會提早完工 可以在這個我的任內 有機會完工 不過這個 目前都還在 施工相當順利 智慧城市 以前我們是開放整個台北市給外面的廠商進來做實驗 可是後來發現 落地率很差 他做成功以後 真的要轉商業化都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生產你能夠生產的東西 你要生產市場上需要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廠商他自己想的東西 不見得符合市場的需要 為了解決這個 由Button Up 不切實際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個新的策略叫 Top Down 我們現在台北市政府 每年會公佈兩次 我們有哪些東西 徵求大家自己去提案 也就是說 台北市作為最重要的買方 由我們來提供我們的需求 那由廠商來 來標案 我們最近有一個典型的案例是 內服的那個發揮市場的冷氣 我們花了6000萬 一開始我們要想買冷氣機 後來就試驗說我們能不能改變態度 我們是買溫度 坦白講 這是一個試驗案 做之前也沒說這到底能不能 不過 這個冷氣目前已經完成了 運轉起來看起來還OK 不過我們用這個當作一個例子 將來我們台北市會開始 每年公佈兩次我們要買service 那由廠商自己來提案 我們再把它變成標案來購買 所以我們台北市市政府 在智慧城市 我們要成為一個 購買方 來鼓勵 業界來 生產我們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新的策略 數位轉型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相當認真在做 依化跟無現金交易 這個優游戶已經上線了 也許沒有想像的那麼厲害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一步一步的在做 特別是我們會想辦法在高中值 把它落地 另外一個是台北通 最近也上線了 那我們現在正在開始在試營運 在跑 將來 希望說這個 優游卡、優游戶一卡通 優游卡、優游戶跟 台北通 能夠三位一體 能夠更有效 讓台北市成為一個 依化的城市跟無現金交易的城市 另外一個 我們在市政府 已經通過了 我們在市政府已經通過了 我們要成立一個叫 資料治理委員會 底下有三個組 一個是整合運用組 一個是空間資訊組 另外一個是個資保護組 這個已經我們會在最近會正式成立 因為法案已經通過了 我們正式成立 個資保護 的確是個大問題 因為我們在市政府裡面要成立一個 Big Data Center 然後我們用這個資料 我們可以讓政府的資料整理以後 希望他能夠商轉 所以我們在這個 Big Data Center成功以後 我們鼓勵說外面是不是可以成立 Data Company 來使用我們政府所產生的資料 這個目前正在進行當中 市場的改建 這是我們重要的政策 環南市場 這個在二月完工以後 到七月總算 正式開幕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相當辛苦 因為硬體改完了 做完了以後 並沒有保證大家軟體就改善 所以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 現在的環南市場 也是一樣 不敢說一百分 比以前會好很多 不過我們還是持續在做這個精進 這個我們也做做 最重要是我們南門市場 現在已經拆掉 南門市場中計市場 我一直認為是我們台北的驕傲 因為它相當乾淨 乾淨漂亮 無限金交易 也因為南門中計市場的成功 我們會組成一個教導團 因為在明年 有兩個中計市場要開幕 一個是成功市場 一個是 滴果菜市場、魚市場 這兩個中計市場在開幕的時候 我希望用南門市場成功的團隊 來輔導這兩個市場 讓他可以 更順利的 可以營運 那在將來 我們要強調的不是市場硬體的改建 而是整個市場軟體的進步 要整齊乾淨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標 那北投 北投市場不改建 它就是整修而已 這個已經決標了 另外還有一個市場是東門市場 這個我們最近才在 跟攤商 在協調 看要怎麼處理 所以大概 大的市場 我們大概都改建了 那再來就是 市場 夜市 跟商圈 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鼓勵你主動來說 你想改進什麼 所以我們會列出那個 可改進項目 那每個市場 他不用全部 照單權說 他可以挑他要 他覺得優先要改的東西 然後你決定以後 你想要做這個 那我們市政府在撥錢來幫助你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將來在市場的時候 市場商圈跟夜市的優化 你知道 我們要求的是 自治會自己要能夠主動的來提出 你主動 我就幫忙你 你都不想動 那我就先做其他的市場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策略 不過我們還是要把這個市場夜市商圈的精進 列為我們一個重要的政策 今天我認為 台北要做一個文明的城市 市場不可以太髒 這個北流 終於開幕了 那 這是北基地而已 南基地 我們已經跟這個文化局押軍令狀 明年的7月 南基地的文化館要開幕 10月 產業區的那些泡子要開幕 這都押好了 然後北藝 預計明年4、5月 會報軍工 然後就開始內裝 我們希望 後年的4月開始 開始唱第 第一個 第部戲劇 然後大概也是一樣 花半年的時間 慢慢給它導入 因為我們有北流的經驗 將來在北藝 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做 胡圍牆博物館 5加3 你知道 這是由蔡副市長在督導的 那從這個北投 大稻城 然後這個萬華 那城南 到城北 所謂的加3 就是北流 北溢跟松菸 其實松菸就是大巨蛋 那這個5加3 是我們台北市 整個城市 品質深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表徵 所以不僅在這個硬體建設 我們希望這種軟體的改善 能夠表現在我們台北市的 吳圍牆博物館 所以這5加3 是未來兩年 你知道 我們會成立一個專案來處理這個5加3的競進 那這是由蔡副市長在督導的 至於這個其他零零碎碎的 我們會用這個活動 來帶動它的社區的發展 那這個上個月剛剛舉辦完那個 大稻城的那個清真節 還是相當成功 所以事實上台北市只要有活動 都會人山人海 那麼10月大概在南港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白昼之夜 還有當天下午的那個白色野餐節 所以我們大概白昼之夜跟台北燈節這兩個 我們以後 陸陸續續會在台北市不同的地方舉辦 用這個活動要舉辦 順便把那個都市更進去做 所以我們明年的台北燈節還是在萬華辦 不過他地點會移動會移到這個 到廣義廣二那邊去 所以我們會利用每次辦活動的機會 再把那個地區的硬體再做整理 所以將來 台北燈節跟白昼之夜 我希望以後就是 在前一兩年就決定要在哪裡辦 配合都市的發展 來換位置 這大概是我們的策略 好 那商圈的振興計畫 這個還是要做 陸陸續續下來做 不過剛才已經講了 商圈夜市市場 我們的態度是 主動 想要進步人 我們來協助他 如果自治會 不積極的話 那我們就擺到後面去 讓那些願意積極的優先來做 創業投資 其實我們台北市在我上任以後 我們有規劃23個新創基地 已經開幕10個 今年還有4個要開幕 其他的這個獎勵補助 上任到現在 我們獎勵大概是 獎勵補助花了17億 今年1億9千萬 那融資是19億 那今年是5億 所以這個大概我們對新創產業 還是相當積極的在處理 這個在 自由時報旁邊那個 BOT案內科資金 這等於是那個 公園院的台北婚院 這個在 其實現在已經在 市營運 那在年底會正式開幕 N24你知道 這所謂的AR1來的 還有一個是那個 台北平台工廠 年底會開幕 勞動 這個很有趣叫城市引導員 那什麼東西 那就是遊民經過訓練以後 讓他變成城市的引導員 那這個我們有 已經有訓練23個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計畫 那其他我們就是 勞動局 我想在過去這個賴香檸的基礎上 我們還是會繼續再做下去 0到2歲 托幼 現在送出去的大概是24.9% 那送出去的人裡面 大概76.8 他是公共跟準公共 當然有人在問 0到2歲 24%的送出去到底是夠還是不夠 我想這個 我們也在研究 不過這個我們隨著公宅的 跟學校的改建 慢慢會增加的供應量 另外一個 我們在去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說 托幼 可以從2歲延伸到3歲 那托幼 如果他滿2歲 他願意的話 他可以提早進入 那個 幼稚園的系統 可是你看看這個數字很有趣 往下延伸的 就是滿2歲就進幼稚園的 才4千人 4千7百人 可是滿2歲 他願意繼續使用托幼的 而沒有去進入幼稚園 這有3萬9千人 這表示什麼 其實目前的狀態下 滿2歲要進幼稚園 在家長的 Psychology 還不是很能夠接受 所以我們當時一直不能決定說 2歲到3歲之間 到底是要托幼還是托幼 後來想出 讓他可以自己選擇 我想這個是一個 進步 而且從這數字上看起來 滿2歲就進幼稚園 好像不太符合 目前我們台灣的情形 所以從這個數字上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那這個社會住宅 剛才講過 我們就維持1萬戶 繼續蓋 那 租金補貼 其實這個我們從 107年的1萬4千 到108年的1萬5千 到今年2萬戶 租金補貼的政策 我們將來還是希望說 蓋公宅就 杜花局的事 租金補貼歸 社會局 讓他 各自處理 然後再 各自處理 但是我們再是整體規劃 另外一個包租貸款 我們現在大概只做到 1600戶 1666戶 不過我們認為 租金補貼會比較乾脆 所以是不是要再花力去特別去做包租貸款 這還可以再討論 老人的問題 這個是這樣 這個敬老卡的使用範圍慢慢擴大 目前運動中心跟交通可以用 這大家沒問題 然後從今年的這個 三倍券的故事當中 我發現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長者 甚至可以變成台北市 進行無限金交易 建構一個比較進步城市的先鋒隊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比較重要是這個 我們現在滿65歲 因為作為醫生市長的關係 我現在滿65歲 我們健保我們幫他付 不過 我估計 在最近半年內應該健保會會調整 所以這個恐怕到時候 費用 會增加很多 這個我們在密切觀察 不過目前台北市滿65歲以上 我們是會幫他付健保費 幼稚園 公佑 原則上 我們不會再去 刻意增加公佑的班數 除了 特教 所以我們在兩年之內 台北市的特教費 百分之百公佑 這個我們會做 再來是 未來如果有空間出現 不管是公宅 還是EOD計畫 原則上是做非營利 就是我們要做 那目前的 市立幼稚園 我們鼓勵他轉成準公共化 然後我們會每年公佈 準公共化的 補助表 就是你能符合哪些條件 我們會跟你補助多少錢 那今年一個最重要的改變就是 教保員的最低薪資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最低薪資是 三萬三千元 我們就補助你錢多一點 但是我們要求說你這個 教保員的最低工資要多少 也就是說 我們在補助那個 私立幼稚園轉成 準公共化的時候 我希望 補給你的錢 你是變成老師的薪資 而不是拿到其他地方去用 這是我們目前的政策 所以我們會每年公佈 準公共化的補助標準 來確保我們政策的引導性 所以目前我們 公佈 營利 會營利 跟 準公共化 加起來大概是59% 那希望在兩年內可以達到70%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的政策目標 雙語教育 我們今年已經到28個學校 不過實施雙語教育還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教材 不過教材還簡單 這個花錢下去就有辦法 比較麻煩的是老師 私資的訓練 事實上私資的訓練沒有辦法 一天馬上可以成功 所以我們要 透過這個大學的這種 訓練班 改變那個大學的這種私資的訓練 才有辦法讓我們的雙語教育 可以發展更快一點 不過目前在發展雙語教育 最大的瓶頸還是私資 智慧教育 這個硬體我們都已經在今年全部完成了 那現在在做的是庫克雲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庫克雲的點閱率 終於超過了三千兩百多萬 那也因為這個成功 目前有13個縣市 使用台北市的庫克雲 那我們會再跟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會繼續發展 我們也保證會讓台北市 在整個數位教學的成績 成果 可以給其他的縣市來共享 季質教育 我們目前的策略是這樣 我們還是鼓勵我們的高職 跟企業做產學合作 這個 陸陸續續一直在開辦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技職教育跟市場 能夠更 match 更符合 所以我們鼓勵更多的企業 來跟我們的 高職合作 這個強化公共安全機場 在錢櫃大火之後 我們這次真的痛定失痛 就真的很嚴格的在 處理公安問題 零零種種的一些改進 我們是真的很認真在做 那這次也有一些 自治條例要送進來 拜託議會幫我們通過 這個就是 以前 為什麼會那些 違反公共安全的東西會拖很久 因為對於那個 才華的時間沒有 沒有講清楚 所以可以一個禮拜來一次 也可以一年來 來一次 所以以後對這個才華的基準 SOP flowchart 都會給它固定 這樣也減少這種人為操作的機會 我想這個對整個台北市的公共安全的改善 應該是會有幫忙 包括這個公司登記 我們現在是可以幫他 直接幫他預審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管制 到底可以不可以 這個我們先這樣上線 實行一段時間以後 可能我們就要收費 再來這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想等一下議員很多要問 等一下我們再來 實問實答好了 犯罪 就是這樣 台北市的犯罪率 因為畢竟台北是一個 都會型的城市 坦白講 刑案的百分 以人口比例計算還是高 不過 有幾點比較 可以安慰的是 我上任到現在 所有的重大案件 百分之百破案 所以是這樣 我不敢保證台北沒有重大刑案 但是保證一定抓到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監視器實在是太密密麻麻 根本逃不掉 所以在台北市犯罪 保證會被抓到 我想這個多多少少還有震懾的作用 這個最近在講那個什麼 我們台北市不夠開放透明 我想那個是誤解的 因為你可以 十二個行政區用一個資料庫 也可以每一個行政區就一個資料庫 所以同樣的資料庫在台北算一筆 也許在其他城市算十幾筆 所以我想重點是資料的量 而不是資料的 資料庫的 數目 我想那個 事實上唐鳳也有出來幫我們解釋 所以這個大家不用擔心 開放透明 還是台北市的特色 剛才講過 我們還是會把依法當作重要政策 繼續推動 這個我們已經還債 570億 這個利息 從第1年的29億 降到7億多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 重要的進步 另外 我們的招商 我當市長前兩年差不多是掛零 後來變299億 再變591億 再變913 今年估計大概是400億 所以這個招商成績目前比較穩定 那城市交流 還是在推 布拉格是跟我們新簽解面式 其實還有一個秘魯的首都利馬 這個也有簽 我們把我們的防疫的SOP 跟世界各國共享 我想這個對推動城市交流也是有幫忙 最後兩張幻燈片 其實台北還是得很多獎 所以如果比客觀的指數 大家不用擔心 台北還是全台灣最好的城市 作為台灣最好的城市 那是應該的 我們的目標是應該開始 能不能變成亞洲最好的城市 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其實我們每個局數都得了很多獎項 零零總總的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謝謝